梅拉尼亚摊牌了,为巴伦争夺更多继承权,否则不给特朗普好脸色 每当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时候,都是梅拉尼亚谈判的最佳时机 重前婚前协议,修改继承权,如今这些事又被摆上台面 梅拉尼亚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为筹码,跟特朗普距离力争,为巴伦争取到更多利益 华盛顿邮报记者玛丽乔丹爆料,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的时候,梅拉尼亚并没有随形 目的就是跟丈夫谈条件,要求修改婚前协议的条款 当时的巴伦年仅十岁,梅拉尼亚以照顾儿子为借口,硬托着就是不翻锦牌工 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梅拉尼亚需要乘坐空军一号,巨大的花费,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首次竞选的时候,特朗普就被爆出婚外情,但是梅姐似乎一点都不在意 在她的世界观里,利用元首夫人的头衔,为巴伦争取到跟原配子女同等的继承权,似乎才是头等大事 梅拉尼亚显然很冷静,不在意丈夫到底喜欢谁,她只在乎钱在哪里 因此,梅拉尼亚不着急搬紧白宫,而是跟特朗普展开了谈判,背后有强大的律师团支持她 这步骑显然走对了,让巴伦的地位迅速提高,未来能继承更多的财产 特朗普第一次离婚的时候,被原配分走了一半身家,导致后来变得小心翼,结婚前必须签订协议 特朗普对待梅拉尼亚并不大方,充气量只是衣食住行规格比较高 此外就是买一些奢侈品 但是对于公司股份和财产继承权,巴伦并不占优势,还是要排在原配三个子女后面 梅拉尼亚利用第一夫人的身份,跟特朗普讨价还嫁,趁机获得额外的利益 当时情况很紧急,白宫需要一位第一夫人出席各种国宴以及处理日常公务 最终特朗普肯定选择了妥协 梅姐祖籍斯洛文尼亚,原生家庭非常普通,父亲是修理工,母亲只是个裁缝 16岁的梅拉尼亚,出落成婷婷玉丽的大美人 为了补贴家用,开启了模特生涯,甚至还一度当选为选美冠军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梅拉尼亚做了整形手术 梅姐的摄影师也爆料,她穿泳装拍照的时候,只要近距离拍摄,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巴痕 梅姐就读于卢固尔雅纳大学,自称获得了学士学位 但实际上并没有毕业,也没有领到学位证 但是梅姐拥有强大的语言天赋,会似五门外语 其中包含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等等 虽然梅拉尼亚有不少黑历史,但是她对巴伦却是真心疼爱 即使跟全世界对抗,也要为儿子争取更多权益 如今伊万塔已经被边缘化了 未来无论家族企业还是政坛 特朗普的接班人都应该是巴伦 从梅拉尼亚的眼神里透露出满满的母爱 巴伦就是她的一切 因此在即将入主白宫之前 梅拉尼亚势必会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特朗普不答应都不行 曾经的梅姐浑身充满松时代 只想当一个贵妇太太 如今巴伦长大了 梅拉尼亚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 她现在是在为儿子而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